《五十二星島日報》,車禍後冠司機飲啼酒府外司法上訴駁回 2015年7月10日港民A19最駕的私家車司機於兩年前在英皇道與天后廟道交界撞車 等候交通警到場時,女伴強行冠他飲了一口啼酒 結果二人因意圖妨礙司法公正序被判囚6個月,兩人早前於高等法院上訴 男司機成功推翻定罪,為女伴的上訴則被駁回 女伴作到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被拒 終審庭作指,上訴人刪改案中證據的行為已構成妨礙司法公正 男司機成功脫罪案情指,於一二年11月10日上午八時許 男司機吳展宇,49歲,及女伴吳以文,37歲, 駕車於英皇道仲向一輛貨車 警員接報到延長後發現男司機有酒氣, 從照交通警前來進行呼氣測試 在等待交通警期間,女上訴人卻到便利店 買了四罐啼酒為男司機飲用 對方飲了一口後,警察即出手制止 男司機其後於呼氣測試中被證實酒精呼氣超標 女上訴人的代表律師指, 控方未能成功證明男司機駕駛時酒精含量超標 司機有否罪嫁根本不得而知,因此不可能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罪 由指貫走行為止增加了警方守證過程的難度 但不等於妨礙司法公正 終審庭反駁指,上訴人刪改案中證據 是意圖影響呼氣測試結果,令警方守證過程不順及傾向出錯 故認為定罪合適,據資料顯示 男司機早前就此案於裁判法院承認一項追加罪 被判罰款五千元,案件序七篇號 中院刑時上訴182015,記者劉偉文